這位鄰居 妳今天那種氣色看起來很暗淡 暗沉 會嗎 我就是因為很喜歡泰勒斯 我連髮型都跟他一樣 其實我比妳黑 所以我還特別就是去找了那種 跟他很像的紅唇 而且不吊色的 那種看起來有點老氣 對啊 那個紅有點老 對啊 有一點滄桑了 會嗎 就是覺得就是 生意比較不好了 對啊 對啊 好啊那老師就我 我好容易自告自欺喔 詩敏的紅唇呢 他也是一樣 比較偏 呃 怎麼講 成熟 成熟版的 看起來平常每天出門 安全的顏色的紅唇 並不是一個有個性的時尚顏色 所以反而他就卡在中間 就 既不出色 然後呢也沒有說 從到哪裡去 不是安全牌 非常安全 那我們應該 他是我的鄰居 要跟我打招呼 因為他都沒有化妝 他就像老師講的 他也不是醜 但是他也不是很正 他大概跟我打了六次招呼 我們吃飯還遇過 還大概跟你打招呼 好多次喔 然後一直到上上次 他來我們節目 我都還認不出他 他就告訴我說 我是你的鄰居 我跟妳打過七次招呼 對啊 要給他選一個 對 給他選一個 要讓人家印象深刻的紅唇 對 讓他跳出來 印象深刻但不驚嚇的紅唇 好好好 我這邊就有一支 泰勒絲本人用的顏色 這是假的啦 就是這個顏色 比較亮 這個 你看 他很導致 比較有年輕 可是這感覺很危險耶 這很危險 我也覺得真的很危險耶 天啊 我臉大在擦這個 就是 這就是他本人用的顏色 很難擦耶 這種很難擦耶 然後呢 還有其他的選擇 譬如說像 這種 看一下這個顏色 這又介於剛剛那個的中間 中間 這個是Tiler是用的顏色 其實他 你剛剛看他很紅對不對 可是一筆 他反而是帶橘的 這個就是比較偏 正紅 鮮紅色 這就是橘 所以帶橘的好處是說 它會讓你的紅唇 比較不會那麼的老氣 橘會讓你那個活力感 比較往上深 然後還有一種紅 也是現在女生們 很喜歡的這種 這也好紅喔 這也是 好笨哦 是不是有點偏 偏桃 偏桃色 我看不出來 對 你懂嗎 你看 中間就是標準紅 正紅 這個標準紅 然後橘紅在這裡 偏橘有沒有 然後這就是偏桃紅 其實喔 亞洲人擦正紅 反而不吃香 因為我們東方人的 髮色比較深 即使你染淺了 都還是帶一點黃黃的 你看 就像我這樣 對 就會有一點黃黃 所以配這紅色就會覺得很沒有形 那我們就幫詩敏用 他本尊用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 我們示範紅唇的幾種樣子 最簡單的就是你用那個 唇膏直接放在唇膚內緣 好薄喔 像唇 很薄耶 然後呢 你就用那個 其實他畫羅唇應該很像Haluki 沒有 嘴巴 太薄了 他嘴唇好薄喔 對 他嘴唇很薄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唇膏放在內緣 塗上去之後 亂塗之後 我們再用刷子輕輕地把它暈開來 因為他嘴巴要放大 所以我會故意把它暈 超出它的那個唇線範圍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樣它就會有一種 你看這樣的紅唇是比較 這樣 這顏色很好看耶 這樣年輕比較自然的顏色 那或者我們現在就是要畫那個 工枕 工枕 泰勒斯感的那種 我們就要勾唇 唇型 唇編 那我們到底是要畫工枕還是不要 年紀大一點的人 其實如果比較熟齡的女生 你可以用第一種畫法 就是暈開來的畫法 用這樣這樣壓的這樣就好 對 然後或者我們待會這個畫完之後 還可以稍微再把它暈開來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把下唇先把它畫出來 好飽滿喔 對啊 下唇好飽滿喔 而且那顏色變好飽和 對 顏色就出來了 你看下唇有工枕的線的感覺 跟暈染的線的感覺 就感覺不一樣 那在這個描繪紅唇的過程 要不要先來換下一套衣服 好好好 真的 來 好了 好了 變白了 是不是 好白喔 感覺也變厚了 有明星感 氣色也變好了 感覺聲音又好回來 然後再教大家紅唇之後 再做兩件事情會更好看 就是你一定要修容 修容喔 對 因為台灣女生不喜歡修容 修容 可是歐美女生修容 修得很猛烈 他們都好明顯喔 我覺得那個 但是我們不用跟他們一樣這麼猛烈 我們但適度的修容 會讓你的唇色看起來有 整體的look 臉看起來比較時尚 好的 怎麼修 對 就用一般的種 位置式 大地色系咖啡色 然後不要燭光的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畫在 不要燭光 蘋果肌外側這個地方 創造一點骨頭的感覺 等於是說 在你這個空白的地方 做一點影子 紅唇看起來會比較不孤單 不孤單 不孤單 不硬 就這邊稍微斜刷一點 你看這個影子 有 它的蘋果肌就被我變成 破壞掉 就會立體了 就會立體了 然後就會覺得時尚耶 對 然後你看 那邊的臉就有那個 有沒有 有 有時尚的感覺 有耶 這邊就是可愛而已 甜美 這邊就是 個性國際感的感覺 漂亮喔 我待會兒第二步做 就是要把它的 這個辮子拆掉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太可愛了 很不太樂的是嗎 對 好多了 就稍微 有耶 有耶 好酸喔 變好白喔 真的耶 還在畫老氣紅唇 你就訓閉了 先用唇筆勾勒出工程唇型 再用橘色調唇膏 來為雙唇上色 這樣的妝容 才是時尚IT人物 有動作特純蘇 也要視窄 說這個一樓 好可惡